我国资深艺人郑锦昌今早九点与世长辞享年77岁 郑锦昌生前患有肾脏病 最后一次亮相是在今年9月出席贺岁电影《大财神》的开竞里 被影艺圈同行称呼为唱歌的郑锦昌 是我国影视界的代表人物 出身清寒家庭的他13岁开始在酒楼上班 培养了他对歌唱浓厚的兴趣 年轻时的他温文尔雅为自己的唱片专辑写了不少的歌词 在1969年513事件后 郑锦昌到香港发展 从此展开了两地的歌唱生涯 他随后在1977年回马发展 郑锦昌的名曲包括了《新禅院终生》 《鸳鸯江》《几度西洋红》 《十一歌》《男人男人》等等被誉为乐曲王子